多伦多亚咸诗子会 协力合作 建立健康和谐的家庭和社区 另外 治爱中心是为不同年龄 不同医疗诊断的制造人士 及轮椅使用者提供不同的特别培训 帮助个人治理的能力和沟通技巧等 当晚节目丰富 有歌唱表演祝幸 还有幸运大抽奖 餐券每位50块 当我们一向都是来 学会朋友 大家都知道 电话都帮着很多 认识很多 认识很多 每年都可以考 那我们今次是选了 治爱和联络青年 认识十文机构来的 那是很开心 因为我们一向都是 帮助一些 这个舞和中青的帮助来的 我是王朱真理 我是艾仪师教会的前会长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 欢迎大家来我们有个记者资金会会 那这个记者资金会会呢 就是说我们当于 1月15号 就我们有个春节联风晚会 慈善晚会来的 那当日呢 我们呢就是会有两个 就是兼给她的机构 因为我们每一个机构 会兼5千元 那一个呢就是叫做练动青年 一个呢就是自爱的 那我们呢就是有很多节目来的 有跳舞啦 还有这个小朋友表演啦 有中毒舞啦 也有冰箱啊 游戏啦 还有抽奖啦 那我们呢就是有 二百多个人来参加我们的派遣 那我们都是每一年呢 狮子会都会做两个派遣的 这次呢就是春节平潘 慈善晚典 另外我们有一个孟宴呢 就会在九月份来的 那这两个囚款孟宴呢 都是会囚款给社区 需要的就是这个社区帮助他们 例如医院啦 青少年啦 中老年啦 幼儿啦 我们都是会这样一路是这样 帮着这个社区的 就是 囚宝们会来的 那我们都希望 呃 社会人士 就是多多支持 多点来参与我们这个会 多谢 朱曼书会长 两位重量级的 呃 囚本和与直 我说重量级 大家看看 当然不是说他们的体重啦 就是 昨晚一区和 Jenny Wong 因为他们的囚本能力呢 是非常之高的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呢 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强的爱心 因此呢 我对于这个囚本活动呢 其实呢是相当之有信心的 你好 我是Margaret Hui 我是艾园狮子会創会 会员之一 那我们的会都已经有23年了 都搞得很轻松 和我们呢 年年都有捐款 所以很多机构呢 都接到我们的 都很辛苦筹回来的钱 但是呢 我们都很开心 一帮姊妹呢 我们全部是女性的 那 今时今日呢 我们今次的晚会呢 又会捐给两个机构 就说 刚才Jenny呢 都已经和你们说了 我都不需要多说 那所以我们今时今日呢 我是艾园狮子会呢 是做得很开心 和呢 我在会那里 23年了 已经 我都一样这么开心 和呢 因为一路捐钱呢 我觉得呢 个人呢 都会耐心都很开心的 因为可以帮到这么多人嘛 你说是吗 那今时今日呢 我们会继续做下去的了 那希望我们 你们各位支持我们呢 OK? Thank you 好的 我是志爱中心的董事会主席 我叫做Ivy 我今天很开心 能够来到 多伦多艾园狮子会 这个记者招待会 我们今年很开心 因为得到 艾园狮子会 来到 帮助我们 我们成为他们 其中一个的实惠机构 那我们志爱中心 是专为智障人士服务 和训练的中心 那我们今次很开心 得到狮子会的帮助 让我们能够可以 为到我们新抗展 这个的体能障碍的人士 和要坐轮椅的人士 提供到一个的资助 让我们能够可以协助 我们能够可以 构置到 这些有需要的器材 让我们这些人士得到帮助 我们很多谢施智会 Across World Hub 言动青年 是成立在2002年 到现在已经13年了 这13年来 我们都是致力 培育华裔的年轻人 他们的身心灵成长 我们特别是关注 青年人的情绪健康 和他们的群体 所以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我们透过很多不同的媒体 去培育年轻人的成长 还有我们最重视的 就是有些大哥哥 大姐姐 他们可以给到人生的经验 或者他们在 在挣扎的经验里面 是给到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致力的 是培育年轻人 是可以去 将来 是可以贡献社会的 这个是我们的期望 这个是我们的期望 我叫Nicole Wong 王奉宁 是Across World Hub 言动青年 创办人之一 亦都是这个机构的行政总监 那我们多人多 雅言诗照会 将会在1月15日 就会在黄金角 这里是举行一个新年的晚宴 这次我们很开心 是选择了两间的慈善机构 作为我们的受惠机构 分别就是有燃动青年 和是事外中心的 因为我觉得两个机构 它们都是帮助一些年轻人 年轻人也是我们的未来 在这里我觉得 选择这两个慈善机构 是非常之有意义的 帮助一些青年 言动青年就是帮助青少年 健康成长 而另外就是这个自我中心 他们也是帮助一些智障的朋友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活动 也都是预祝我们的这个晚宴 可以成功举行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